才剛走出家門就被便衣刑警前後包夾 白男雙手上銬 狼狽落網 被問到密碼多少 瞬間啞口無言 光天花日下被警方盯上 全新院長新男子和太太 年紀輕輕不去找工作 反倒倒刷別人 信用卡 小小一平起把20毫升的膠原核酸 要價3600元 長新夫妻兩卻阿沙里 都用五個月狂刷五十一萬來購買 不是為了要永保青春美麗 而是變賣套現 賺補益之財 警方調查後發現 主賢現在境外網站或是通訊軟體上 以每筆五十元人民幣 約臺幣兩百二十元 收購外流的信用卡號 在準備一批人頭資料 到電商平台註冊購買商品 擔心東窗事發 還找來餘性男子當斷點 幫忙收貨 循序查獲到這個取貨物的車手 那在藉由數位監視以及溯源追查 那查到另外的這個主賢 只能自行吸收 因為畢竟貨品追不回來了 所以也沒有辦法再有任何的反思 第一次遇到了 畢竟現在詐騙的狀況很多 那我們剛好遇到的 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範例 以為花小錢就能賺取暴利 幸好銀行端發現異狀 任處是爭議款項 而拒絕支付 才能及時止損 把電商平台傷害降到最低 三連新聞 邱陽新宜 新北採訪報導